6月4日晚美国亚美体育总会第九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及联欢会 在Rosemite市888海珍大酒楼隆重举行 经过理事会改选委员会同意 由第八届理事会的三位首长继续留任第九届理事会 主席为叶安利会长徐雄刚及理事长杜佩华 美国国会员赵敏鑫 加州众议员邦树强 蒙特利公元市市长罗佩婷 市议员饶颖帆 Rosemite市市长劳朱佳怡 申盖博士市长丁岩玉等民选官员 前加州众议员吴国庆 前蒙市市长林达坚 亚凯迪亚市议员候选人瓦艾琳 以及南加州社团首长400多位嘉宾出席了活动 领事人名誉主席吕诗成带领新一届理事会宣誓就职 国会员赵敏鑫等民选官员也上台致辞祝贺大会成功举办 并颁发表扬状表彰多位首长对社区所做出的贡献 三位领导代表理事会感谢南加州各友好社团对体育文艺活动的支持 以及对亚美体育总会举办的各项比赛的积极参与 今后将加强合作再创辉煌 几年前这个COVID-19这个疫情很多人也是感觉到不很安定 但是以后了已经安定下来我们可以开始活动体育提高体育的精神 六月份以后七月八月有几个活动 比如说乒乓球啦 酱球啦 或者卡洛克啦 我们会准备在今年之内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 华夏电台记者Rose Mish采访报道